患难见真情 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 中国绝不是孤军奋战 国际社会以普通的方式 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支持 那么有一百多是七十多个国家领导人 和四十多个国际各地区组织的负责人 向我们表示慰问和支持 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东盟 非盟 阿盟 拉共体 七十七国集团等重要的国际组织 都发表声明 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行动的信心与支持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以及民间团体也伸出援手 向我们捐赠医疗物资 这个对我们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儿 我想再强调一点 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的命运是相连的 应该说是修期相关 人类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面对疫情 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面对公共卫生安全 这样的全球性挑战 是同舟共济 还是以临为贺 是并肩作战 还是隔岸关火 是雪中送叹 还是落井下石 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